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来做豆渣糕 非常好吃哦 你们也一起来试试做吧 这是我昨天做的这个豆浆 还有这个豆奶yogurt 几质后的豆渣 就直接一碗的把它放在雪柜里 没有把它蜂蜜上来 结果水分都流走了 所以这豆渣呢也比较干 除了这豆渣呢 我们也需要一些其他的食材 来增加里面的口味 这里我用到的一些食材 比如说白蒜胡萝卜 还有这个Pollern onion 也就是这个红色的大洋葱 还有呢这个是腊木叶 当然你可以用其他的菜来代替 那这腊木叶的营养价值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它也就是菜中之宝 那家里种一颗时时刻刻 西药用到它的时候呢 都可以采摘一些树叶下来煮食的 腊木叶的树叶是非常的细小 所以呢我们必须把这个细细的干呢拿走 我们只需要这树叶就行了 这些树叶呢已经是之前洗干净的了 可以把它切成细腻一些 再来就是这个大黄洋葱 把它切对半之后呢 可把这皮剥掉就行了 再来把它切成小片状之后呢 再转刀把它切成小块状那就可以了 再来就是这个胡萝卜把它洗干净之后呢 把皮削掉之后再把它切成长条 然后再改刀把它切成小块状之后就可以把这胡萝卜一起呢 放到这个洋葱的棚里 再来把这五六半的白酸呢把它压扁 这样呢就很容易的把皮去掉了 再来呢就把这白蒜切碎 一样的把这白蒜呢放入同样一个棚里 其实做这豆渣糕呢 你要什么料都可以哦 不一定要根据我的 那我全部的食材呢都已经是准备好了 这里我也准备了一些调味料哦 首先呢是一茶匙的盐 还有一小勺的味精 以及两汤匙的白糖 放一些白糖是能够增加口感哦 那这里呢还有放一些胡椒 以及oregano香料 还有这里呢我也准备了蚝油跟酱油来调味哦 多少可以自我调整 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开始做了 这里呢我准备了一个比较大的棚 先把这豆渣倒入棚中 如果这豆渣太干的话呢 那你可加一点点水哦 加水之后呢它就会比较软一些 而且呢比较容易成团 稍微跟它翻拌一下哦 水可一点一点的加 差不多呢能够成团就行了 但也水不要加太过头 好那湿润都调好之后呢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调味料呢 把它加入这个豆渣中 再次的把它翻拌一下 混合好之后呢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刚才已经切好的食材呢 一次过把它倒入在这个盆中 哇这料呢看上来的确是有点多哦 没关系就是要料多才会好吃的 好现在我们加入一些蚝油 大概是两汤匙吧 还是一样的一斤老化 agaga method就好 要咸的甜的或者是辣的呢 都可以自我调整 酱油呢也加了一点点进来 好的那现在呢 再次的把它翻拌均匀 那现在呢 其实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要把它加入哦 烧了它这豆渣糕就很难成团了 是的就是面粉了 这里呢我加了大约是80克的面粉 普通面粉就行了 好那现在呢 再次的把它翻拌均匀 那今天我们这豆渣糕呢 是用来炸的哦 首先我们在锅里加入油 就直接用手桌一把上来 把它捏成一个圆状 或者是你想要的形状都可以 直径大约在45cm左右就行了 那油烧了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放入油中去炸了 炸到定型之后呢 也可以稍微把它翻拌过来 以便所有的地方呢 都能够炸到均匀 炸到像这样金黄色呢 就可以起锅了 取上来之后呢 让它滴干油 炸了一两片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油有点脏 先把里面的一些残渣呢 捞走 之后呢 再放入新的豆渣糕进去炸 那就重复整个动作 直到所有的豆渣糕呢 炸完为止 滴干油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摆到盘里去了 很快的一盘豆渣糕呢 都已经炸好了 哇 你看这一大盘的真的是好多啊 而且真的很香哦 里面掺杂的满满的其他的食材 辣木叶 洋葱 胡萝卜 再加一些蒜拌 这一些呢 都是非常有营养的 如果改天你有做豆浆的话呢 那这豆渣就不要丢掉了 这可是做糕点的好食材啊 早点或者是午茶的时候 配上它呢 也真的是非常好的茶点哦 好 那我现在呢 就来吃试试看了 外皮倒是有一点焦脆的 可是呢 里面是软软的 这口味是带咸的 吃上来也比较不会这么腻 真的很好吃哦 好了 各位朋友 希望你也能够来试试做哦 我是方启川 感谢您的关注 希望下个星期我们能够再见 谢谢您